彰化县政府收集县内 313位百岁人锐的长寿秘诀 发行长寿日历 希望这些长寿智慧 能让县民培养正常的作息 饮食与生活 打造彰化成为幸福的长寿县 长寿馆政府和长寿馆卫生协 我们共同来借责这本 长寿馆盛收的垃圾 垃圾有收集 长寿馆一百岁以上 313的中价盛收的壁馆 我们头过的垃圾 最主要就是要来选择 这个卫生交易 让我们长寿馆的官民了解 我们要有正常的作息 正常的饮食 正常的生活 我们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我们都可以跟这些阿伯 阿姨阿公阿嬤 都可以吃饭日 算是要过年 我们特别做这个养生日历 这是大概是全台湾第一次 有这种养生日历的概念 它也有很多卫生教育的好课 也有一个纪念 也希望民众 你也感觉想要来索取 我们高兴每一个卫生寿 都有这个养生日历 可以来拿 县长为名鼓 六日访试 103岁仁瑞 周叶水阿嬷 感谢周阿嬷 分享百年生命故事 和长寿秘诀 让现代人学习 很高兴 祝你高兴 小兴 生日历 养生日历 富贵 赌年 18日 好 这个都是 对 那人自己说 我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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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如果不赢 我我不会给你带 百岁仁瑞们 分享他们的长寿秘诀 如多吃蔬果 多活动 生活简单 心宽寿命长 以日历形式编制 希望县民每日一例 迎接健康每一天 县府致力照顾 长者福利 希望长辈们 都能活到老 健康到老 快乐长寿到老 成为幸福的长寿县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道